2021年可以说是一个娱乐圈的孩子年 从年初就开始由狗仔爆出众多明星未婚生子 其中最让人震惊的莫过于华晨宇的事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作为快乐男生出道的华晨宇 在大家的印象里 这一直都是呆萌可爱的大男孩 明明没有公布过恋情 怎么就突然就有孩子了呢 随后张碧晨发表了一篇长文 网友瞬间明白了 原来是这两人之间早有猫腻 网友戏称女歌手邪娃强势回归 一时间两人深陷舆论选卧之中 网友的看法各不相同 有些网友为张碧晨鸣不平 为什么要和法师在一起 还有网友说张碧晨一定另有所图 事实上张碧晨的条件并不差 但他会给华晨宇生孩子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但当华晨宇强大的家庭背景曝光后 一切都有了答案 那么华晨宇究竟有什么来头 让张碧晨不惜放弃前途 也要给他生孩子 如果你缺钱了 你会找谁借呢 记者将这个问题跑给郭麒麟 本以为他会思考一阵再回答 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找花花啊 他家有钱 众所周知身为新二代的他并不缺钱 爸爸是郭德纲 一辆车都几百万 他这一席话也印证了花花是富二代的事实 的确花花家有钱这个事是娱乐圈公开的秘密 那么他家到底有多少钱呢 你家里再有钱 你家里有框啊 这是许多网友用来调侃的一句话 可到华晨宇正 这句话就不是一句调侃了 之前就有人爆料 他的父亲名下有一座银矿 除此之外他父亲的产业还涉及到酒店 房地产等身价近百亿 不仅如此 他的大波还是一家金属制造业公司的实控人 这样雄厚的家底让他从小就过着王子般的生活 要什么有什么 同时也是同学都羡慕的对象 事实上从他日常的生活中 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生活极其奢靡 之前他就晒出过一张照片展示着他的豪华早餐 图片中有上好的牛排 燕窝 红酒 好奇的网友认真算了一下 这一顿早餐费用就高达一万多 一万多吃一顿早餐 让网友直呼太奢侈了 这就是有钱人的生活 之后网友又爆料 他在北京有一座豪宅价值上亿 连家里的电视都要几十万 他在社交平台上还时常晒出豪车 兰博基尼 保时捷 法拉利都是小意思 刚进入娱乐圈时 一位粉丝想要送他一辆兰博基尼 这样的礼物可以说是非常贵重了 结果他回答道 谢谢 但是不用送了 这辆车我有 而且他从幽年时就开始学习音乐 他对钢琴更是情有独钟 他的父亲在知道他对钢琴感兴趣后 马上就给他买了一架钢琴 在那个年代一架钢琴并不便宜 而且买完钢琴后 还有请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课 这更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放在现在音乐这条道路 都不是一般家庭能够负担得起的 并且他在娱乐圈中已经打拼多年 在音乐方面也有不错的发展 想必家底也是很丰厚了 也难怪网友会有这样的想法 那他们两人究竟是如何走到一起的呢 说起两人的相识 是在唱游天下这部综艺 当时两人都是心境歌手 年龄又相仿 所以两人在节目中互动频繁 因为两人都是音乐人 所以话题特别多 再加上这本来就是一档音乐节目 节目中的嘉宾会一起合作 在一次集体表演中 嘉宾们都在一起进行排练 在排练的途中 华晨宇有不同的见解 对于节目组的安排非常抬齿 这让场面一度陷入尴尬的气氛 节目组和在场的嘉宾都很为难 后来张碧晨出面耐着性子哄好了他 也是这一次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之后在节目中 张碧晨对他十分的照顾 在演出结束后会提醒他早点休息 看见他在外面睡觉时 会过去叫他去楼上睡 担心他会着凉 而他也对张碧晨非常的依赖 在张碧晨走到他旁边时 他将头埋进了张碧晨怀里对他撒娇 之后还伸手 是一张碧晨将他拉起来 之后张碧晨还贴心的给他捏肩膀 不光如此还询问着力度怎么样 合适吗 捏完之后还问他要不要喝水 之后他的回答让众人极其无语 我得了一种不能喝热水的病 没想到张碧晨一点都没有不耐烦 反而说少爷少喝一点行吗 这样的照顾让观众表示 这比对儿子还好 还有网友表示 两人是不是现在已经在一起了 这俨然一副小情侣打情骂俏的样子 众人都认为两人已经偷偷谈起了恋爱 可华晨宇的回答打破了观众的幻想 我们两个只是哥们 我把他当成好哥们而已 谁都能看出张碧晨对他的好和爱意 可他仅仅用一句好哥们就打发了 他对张碧晨到底有没有爱呢 节目过后 两人便没有了交集 2018年由狗仔爆料两人谈起了恋爱 还拔出了两人带着诸多的情侣首饰 但是对此两人都没有回应 两人的关系就像个谜团一样 直到2021年初 被抱给孩子上户口 才让两人的关系有了实锤 回顾两人之前的相处 可以发现 在这段感情中 张碧晨一直是处于被动状态 在张碧晨发的长文中表示 处了音乐梦想 自己一直都想在30岁之前 和自己爱的人有一个孩子 显然他对华晨宇是非常认真的 他为了生下这个孩子极其的不容易 在巅峰时期远赴美国产子 在怀孕期间还得忍着孕吐登台演出 在远赴美国产子时 还被传着和张姐的绯闻 受着网友的怒骂 面对着这样的绯闻还不能够澄清 只能默默忍受 产子的消息被爆出后 网友还对他进行言语攻击 这太随意了没结婚就生孩子 指定不是好女孩 这样的言语持续攻击他 对此他表示 孩子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有了孩子之后 我感受到了温暖 我非常享受做母亲的感觉 他的真情流露 也让网友改变了对他的想法 之后他分享了自己产子的经过 他表示生孩子 就像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 差点就死在了产房中 很难想象一个女人既要忙事业 还要照顾孩子有多难 这个时候孩子的爸爸在干些什么呢 孩子的爸爸在知道 有这个孩子的存在后 都干了些什么呢 据爆料在得知有孩子的存在后 他没有任何的惊喜 只表示会定时的支付抚养费 对孩子的成长不闻不问 也难怪华华会这样的冷漠 毕竟现在他正和新的绯闻女友打得火热 他的这位绯闻女友名叫王月一 亮人有众多的相同单品 还有许多相似角度照片 这和当时与张碧晨的状态一模一样 可他的这名绯闻女友却不如张碧晨 他的这名绯闻女友黑料极多 还被爆出有魅外的嫌疑 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着诋毁中国的言论 提到他的历任女友就不得不提起一个人 邓子奇 华华和他还有一段绯闻 两人相识于一场活动中 因为两人都是创作型歌手 所以两人之间有着非常多对我话题 对比他和张碧晨的相处 在和邓子奇的相处中 他表现得非常主动 在参加节目邀请邓子奇一同演唱时 他会提前规划好行程 还会细心地询问他想要吃什么 在两人的相处中 华晨宇始终是付出的那一方 而且华晨宇还在微博中暗暗示爱 我在等一个人 随后邓子奇在社交平台上 发表了自己在摩天轮下的照片 眼间的网友一眼就看出了两人是在同一地点 之后狗仔爆出邓子奇手拿蛋糕 到达他家为他庆生 第二天华晨宇亲自将他送往机场 临别是还来了一个献上唐人的摸头沙 邓子奇之前在节目中 自曝自己每一段恋情都会写一首歌 他的一首歌话被网友怀疑到 是在对华晨宇隔空示爱 有些歌词的谐音即向华晨宇的名字 依次颁奖典礼中 主办方不嫌势大的将镜头转向了邓子奇 当时华晨宇正在台上领奖 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说这是我的绯闻女友吗 暧昧的气氛瞬间充满会场 之后邓子奇参加金星秀 紧姐这样直来直去的人 直接问出了网友关心的问题 你和华晨宇是什么关系 邓子奇回答道你去问花花啊 这样的回答不就是在暗戳戳的 承认两人的关系吗 到了华晨宇 这依然是和之前一样 一点消息都没有 面对着网友的质问 始终在装不懂 也难怪两人会这样打着哑迷 那时的两人都处在事业的上升期 各种邀约不停 只要抓住机会 就能让事业更上一层楼 这样的时间承认恋情 确实对两人的发展有害无力 奇怪的是 在两人恋情愈演愈烈时 两人突然没有任何消息了 连交集都少了很多 甚至在节目中都避免同台 之后邓子奇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和其他男子的合照 间接地表示两人已经分手 他也开始了新的生活 华晨宇的这两段恋情 可以说是哪一段恋情 都不是友好分手 在和邓子奇分手后 邓子奇写了一首歌 暗戳花花 你撒得慌 有多漂亮 这是在暗示他欺骗了自己吗 难道华晨宇在恋爱期间劈腿了 华晨宇和邓子奇的绯闻 早于和张碧晨的绯闻 在和邓子奇分手后 就马上和张碧晨打得火热 邓子奇在参加节目时 谈及到之前的恋情 他表示自己在上段恋情中 被伤得很深 足足一年才走了出来 虽然没有直说姓名 但聪明的网友也猜到了 这是华晨宇 至于为什么会被伤得这么深 大概就是因为张碧晨怀孕了吧 之后张碧晨和华晨宇 陷入舆论漩涡中时 邓子奇在节目中的一句话 彻底让双方开始了唇枪舌战 我觉得还是得先结婚再生孩子吧 这句话不就是在嘲讽未婚生子吗 随后张碧晨的好友 发表了一篇狐狸嘲讽涂涛酸的文章 暗说邓子奇在极度 这场舆论大战持续了许久 张碧晨和华晨宇的爱情 已经是过去式了 但两人始终都断不了联系 毕竟两人是孩子的爸爸和妈妈 需要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 网友所说的张碧晨是看上了钱 这样的言论也不能成立 因为到现在张碧晨也没能进去家门 无论如何都希望几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活 为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吧